嗨,大家好,我是阿美美 最近我想要用种子来育一些菜苗 那我想用宝特瓶来做一个育苗的容器 那我准备了一个这么大的宝特瓶 就是大概这个大概是2000cc左右的吧 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用咯 先把这个标签剪掉 好,这样后 再来我们就来做记号咯 用签子笔 这个这样 这边一样 好,到时候我就把这一块把它剪开 用剪刀 那它整开 那它整开 沿着记号简 这个就不要 剪出来这个形状就出来了 那到时候这边就放土 然后就可以开始种 可是要种之前 我们要打一些排水孔 我想在这边 好 这样就好了 那这个容器就做好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放土了 土弄的差不多了 你就开始来撒种子 那今天我是用那个 种那个白杏菜的 我想说这个季节来种也不错 那我就撒一些下去 其实很便宜啦 这么大包才12块 这种子我看可能成千上万颗了 很大包 那我就撒一些就好了 好 撒一些 再稍微覆盖一些土 一点点就好 到时候再稍微浇一点水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就把那个种子种好了 就这个就是利用那个保特瓶来育苗 这个我是觉得这个罐子还不错啦 那同时其实我也做了很多个 给各位看一下在这边 这个就是我之前做的 这个特别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是我刚才去我们楼上采一些那个成熟的辣椒 把它的种子拨下来 然后撒在这边 据我的经验也是会长得蛮快的 然后这样就整整齐齐的 我觉得是不错 然后到时候再给它做个记号 譬如这是什么菜 这样做个记号可能会比较好辨别啦 然后各位这样是不是感觉很方便很简单 这个就是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我利用保特瓶来做育苗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如果各位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也别忘了帮我按一个赞 我们下回再见咯拜拜